他第一次在面試的時候 為我們帶來了一首 他自己作詞作曲的一首原創作品 對 叫做《藍》 都有很多人知道的 今天他竟然帶來了一首《黑》 對 我希望大家接下來能夠 和我一起安安靜靜地 來去感受他為我們帶來的 黑色的瀰漫空間 他其實是有能力能夠用音樂 來表達情感 我當時在想 這個詞是導演組準備的嗎 因為我覺得 就這些詞對我來說 其實是很高的評價了 自己覺得有點 承擔不起的感覺 原三星選手葉宇涵 升為五星獲得獨舞台 其實我沒有專業學習過任何的 我只是 學 你知道你的不錄是彈的哪些和弦嗎 我不知道 學會它 好的 你上次寫的這個不錄是 是這個嗎 對 這個我們叫6251 你要知道什麼叫6251 原來我彈的這個伴奏是6251 但是我把6251換個順序呢 我就是這四個和弦 變了也可以唱 你會發現和聲的世界是很美的 當你沉溺在和聲世界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 你所有的旋律都來了 他確確實實在硬件上 有一點點跟不上他的作品 我希望他能努力地去感知 就是我上課教給他的內容 把你把你感知 看你 好 對 按那一些 對 這兩個要 那些要收出來 對 真身跟真流 也是一生就被揚望 謝謝天安東怎麼練習的 你可以自己說一下 其實對於我來說 努力就是基礎 因為每個人他做任何一份工作 都是要努力的 我現在來考你幾個基本和聲 二四六五 二四六五 四四排 你搬我來 你搬奏我來唱 好 三四五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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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葉宇涵 葉宇涵是目前 布置作業裡面完成的最好的一個 真的 真的棒 因為他的聲音其實有點薄 所以我給他的音樂味呢 可能會讓他的聲音更飄一點 我老實說他來幫我調整一些東西 然後他還跟和聲老師說就是 要給我加和聲 嘟嘟嘟嘟嘟 其實你後面和聲可以有一些是長的 但這個老師你們可能要設定 就是我覺得他是 真的在為我考慮 我覺得這件事還挺讓人動容的 對 很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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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這首歌是 之前我在一個劇組的時候 就在一個很小的房間裡面 然後那邊燈光也非常灰暗 我就覺得 有的時候黑和光又有一種抵抗的力量 又感覺黑和光是融在一起的 所以就因為這種狀態 我寫出了這樣一首歌 一首歌 無恙 是掠過天空的余傷 愛色的綿羊 是夜裡醒著樹著的陽光 喜歡的都是哲學家 放棄的叫做幻想渣 毛燈搭配著陳語髮 我多不與你冒險 時光突出萌芽 笑話不良 不足以反抗 抵擋這個世界 開始不由自主的狂妄 心意擁抱更傷 接觸的人生更善良 用草土和溫宴對 心裡的荒涼 弄傷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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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成負傷逃亡 我愿和你一样生下 不忍让 在悬崖的边上 不忍让 朝着你心里的方向 是 这个他 创作还可以 他气息好 就是它会带入你到一个空间 对 大家好 我是叶雨晗 就是我站在这里的时候 當我在一片黑暗中的時候 我雖然看不到你們 但是我會感覺到 你們的目光和一種 頻率上的東西 在傳遞給我 頻率 先鋒到骨 我說了一個 葉老師的玄學 好像今天就是你們 彷彿成為了我的一種光亮 我也希望就是 今天坐在這裡的人 如果心裡 今天帶了一些陰霾的話 我希望 我能夠幫你們驅走一些 對 謝謝 現在我們給他點贊 好 謝謝 現在有請最重量級選手 大牛前往大考舞台 給我了 然後死亡的一些選擇